大家好,現在講一些進階吉他手應該要會的內容 這堂課的內容會幫助你解放你的和弦能力 當你在演奏一些旋律的時候 如果你同時想要把和弦的聲音帶進來 像是爵士吉他手,或者是一些finger style 的演奏者 又或者是你是樂團裡的吉他手 你常常發現你的演奏跟別的聲部打在一起 你都必須要在吉他的每一個位置 都能夠隨心所欲的彈到你想要的和弦 今天這堂課會先從大三和弦開始 在練習這堂課之前你要先盤點一下你的能力 你知不知道各種不同音程在吉他的指板上面 已經有一些固定的位置 例如根音跟三度音在指板上會有一些固定的相對位置 例如八度音之間在指板上會有固定的相對位置 我們現在開始囉 我先用C和弦來舉例 在最低的把位上面我會找到這個根音 C在這邊 第五弦的第三格 我用這個音作為根音 那你會發現旁邊第六弦的第三格這個地方就是五度音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根音跟五度音 然後它的大三度在這邊 就剛好是C和弦的三個組成音 跟音大三度以及完全五度 但是由於最低音是五度音 我會稱這樣子的轉位和弦叫做第二轉位 只要最低音是五度音就是第二轉位 那至於另外兩個音順序是先跟音再三度或三度跟音都可以 都是第二轉位 聽起來是這樣子 接下來我要把這個五度音高一個八度 也就是高一個循環 它會現在會移動到第三弦的開放弦 整個和弦的形會變成根音大三度 以及現在我手指按這邊是開放弦的位置 這是完全五度 所以把這裡當成一格的話 按起來會是這樣子 但是在按C和弦的時候實際上我的十指這邊是不需要的 可以放開 這個就是本位和弦了 已經沒有轉位了 因為最低音是根音 聽起來是這樣 再來我把根音再高八度 所以會移動到這邊 第二弦的第一格 所以現在這個變成第一轉位 就是先三度音 然後五度音 再來是根音 我們來聽聽看 這三個音的相對位置 C和弦 聽起來的感覺是 再來我把這一個三度音再高一個循環 高一個八度就到第一弦的開放弦 所以現在的按法會變成這樣子 這個形狀 但是開放弦實際上不需要按 是放開的 但是你要知道這是五度音 這是根音 這個是三度音 實際上你只需要這樣按就好了 正音是這樣子 到目前為止 這是第一個行 你要記得這是五度 更音三度 再來 本位和弦 再來 又是第一轉位 再來 第二轉位 如果你要彈D和弦的話 這個是根音D 你就可以這樣彈 這個就是從剛剛的這個行變化來的 所以當你在按這個D和弦的時候 你要知道 這個我現在實質動的 這是五度音 我的中指 錘的這個位置 是三度音 而無名指 按的這個位置 是根音 這是五度 這樣子的相對位置 會了這種按法之後 你就可以按出各式各樣的大和弦了 套用剛剛那個彈法 D和弦的另外一個彈法 是這樣子 就是三度音 五度音 根音 再來 根音 三度五度 再來 五度音 根音 三度音 三度音 再來 我一樣回到C和弦舉例 在第六弦的第八格這個音 這個音也是C 就是我現在指尖指的這個位置 根音 相對的 這就是三度音 這一個 就是五度音 所以這是一個根音 大三度五度的行 一個本位和弦 一樣 我現在把根音高一個循環上去 它會跑到這個位置 所以剛剛這個行 會變成這樣 就變成第一轉位 三度 五度 根音 再把這個三度 高一個循環 就會到這個位置 這個三度音 跑到這裡來 所以 這個是第二轉位 五度音 跟音 以及三度音 接下來 我再把這個五度音高八度 回到這裡 所以這又回來 變成本位和弦了 跟音 三度音 以及五度音 再來到吉他的 第十二格 第六弦這邊 這個音是E ABCDE的E 這個是C和弦的三度音 三度音 然後五度音 會在這裡 跟音在這邊 這三個音一起按 也是C和弦 這是C的第一轉位 然後這是五度音 這個是更音 這個是三度音 現在這個是C和弦的第二轉位 然後 跟音 三度音 五度音 又回到北貴和弦了 然後三度音 五度音 跟音在這邊 這是第一轉位 到目前為止 一共講了三組的C和弦按法 每一組各有四個不同的變化 所以一共有十二個和弦 我們從頭來一次囉 由於這個方向是從 從低音弦弦到高音弦 這四個和弦連在一起 所以這是跨越直板的彈法 如果我把它串連起來 例如說 像在這邊 第一組的這個位置 第二轉位 接下來我不要用跨越直板的方向 我直接往高把位的方向去移動 這是另一種移動的方向 也是C和弦 第二組 第二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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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 再回來 相對於剛剛的跨越直板 這個是上下直板 再來一組 最後一組 然後 一組 事實上這個彈法 也可以變成各式各樣的更音開始的 大三和弦 或者是小三和弦 接下來 還有小三和弦的各種轉位 小三和弦 大三和弦 大三和弦